欢迎回到音乐马房 我今天很荣幸请到凌凌亨 凌凌亨 凌凌亨 但多不多马迷的这个节目 多吗 如果不是马迷不知道什么 凌凌亨 多的多的 我对这里有很多马迷 因为我们每一集都会有 我们叫音乐马房擂台战 就是讲马的 我和草猛哥 就会各自提供一只马 OK 是的 我们的观众也都会在 留言里 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心水 看看哪些 WinPay更厉害 但你音乐马房 不是应该讲音乐吗 音乐和马 所以就是音乐马房 是的 不过我们的访问里面 通常都不讲那么多马 因为我发觉 虽然很多我认识 越来越多马平人 但是他们很多生活上面 就是大家未有这么认识的一面 其实很多人都想看 是的 就是私底下的一面 是的 没错了 所以我们就要访问 在访问之前 大家当然要订阅音乐马房 喜欢留言 以及我们的课金 可以估讯 或访问 这个 专数块的 快速式列马 大家就看到这里 支持一下 谢谢 好了 好了 那你私底下 我听你说 你也有兴趣 有最大的兴趣 就是你讲音乐 其实我是听歌的 听歌 是我工作以外唯一的兴趣 唯一的兴趣 是的 我没有什么嗜好 我喜欢买碟 接着听歌 在家里 一有空就做这些东西 买碟 那你当时买开哪个最多 有没有 就是 喜欢听的 如果我 就是自己的收藏 就是CD 最多就是 郭富城 因为 年轻的时候喜欢 但是现在 个人大了 就不是听偶像派 不过 郭富城我最多 他应该 他头三十几只 我有齊 三十几只 但是跟着 个人大了 开始就慢慢 就没有那么喜欢 就是这个类型 不是喜欢偶像 你喜欢他什么 你喜欢他什么 唱歌和跳舞 我什么都喜欢 他的歌 都很好听 是 所以以前一出 就立刻买的 是 我见你选择那首歌 我是很喜欢 那首歌 是的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 我唱到走音 不要紧了 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我发觉 这首歌 不是很多人认识的 不是吧 很Hit 一定每个认识 《雨中感叹号》 不是啊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都 现在多了 多了去唱歌 是 我发觉很多人 选择郭富城的歌 来唱 都很少碰到这首歌 是的 是的 有一次我跟朋友 这样唱 我就选择了这首歌 是 然后你说 你为什么会认识这首歌 这首是偏内的 这首 我想 这首 可能93 94 就是比较久一点 的郭富城 的歌 你最喜欢就是郭富城 是 是 那还有哪个呢 接着就很集的了 接着 以前 譬如《四大天王》 那些 我那个年代 我是 八十年代尾开始听歌的 嗯 接着听到整个九十年代 接着呢 就去到大概二千年左右 我就 没什么买碟了 因为你明白 那时候 都没什么碟了 不是没什么碟 是那时候互联网发达的 是啊 那你 既然有得下载 我何必拿一百元去买碟 我相信 其实个个都是这样 但收藏是不一样的 是吗 都没有了 那时候开始 个人大了 淡了的了 其实我中间 大概二千年 直到 近日 我停了二十年 没有真正去买碟 听歌的了 因为工作关系 其实我都没什么听歌 是早两年开始听歌 听回哪个呢 接着我就听得很雜的了 其实是这样的 我想应该是两年前的暑假左右 总之是开始没得去乘飞机去游浮 那一年 应该是 2020年 应该是2020年的暑假 那我整个暑假没什么做 那想想想 其实我家里的CD 其实已经收到维统了 没有拿出来的 已经密封了 那个暑假没什么做 接着我就 不如这样 买一套音响 听回歌 炒完CD出来 我便买了一部机 从那一刻才开始听回歌 越买越多 近这两年买了很多 都买回哪个呢 买回旧的 旧的 我主要买80年代的 例如哪个 除了郭富城之外 郭富城 就一组齐齐了 头三十几只 不是 我主要追回很多 80年代最红的 那些 張學友 譚詠麟 等等 很多 买了很多 买了几百只 两年间 这两年间买了几百只 买了几百只 其实香港还有哪裏 可以买 有 信和大把 你只信和 已经几层楼 买回旧版碟 哦 那你家里 就是买一部 CD机 是 哦 那有没有玩音响 直接 即是 就开始玩 喇叭 音响 有的 最初 就是我二零年开始 我听到歌 嗯 那我当时都 呃 不是太大兴趣的 只不过好像没有东西做 那个鼠狗有空 那样 隨便买一部 那些微型Hifi 接着我第一次听到 就说不对了 怎样那么差 几百的音 很差 很差 我觉得很后悔 但我没理由一买回来 就扔掉了 是不是 不是发达 那我想一下 怎样补救呢 我又不可以这样扔掉 是 接着不如试下 买头版碟 头版碟 头版碟 看看会不会的声音好一点 是 我记得 我第一只买的头版 即刻意要买头版的碟 是叶善文的 祝福 我好喜欢叶善文的 是 我买回这只 头版 都不太贵 然后我发觉 咦 真的有改善 一些声 即是那只碟的质素 是有影响 是真的好一点 okokok 然后开始 既然买了第一只 头版碟 挺好的 头版碟 然后开始 就不停追买头版碟 所以都花了很多钱 然后 但是 这是一个循环 即是 既然 是一个洞 一个心坑 一个心洞 我买了头版碟 觉得一路买 那些声音真的好 然后开始 我又开始想 我买这么多头版碟 这么多漂亮的碟 用一部这么差的机器 浪费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就开始 不要那些微型组合 正正经经买一些抗音机 买一些碟机 买一些碟机 那 再换了喇叭 然后 那些声音真的又提升了 又有改善了 但是 都未是满意的 对我来说 未是满意 然后可能再听多半年左右 然后再换 再换 再换部好一点 现在又真是 现在又满意了 再加上一些碟 就是满意了 OK 这样 那你哪个 有没有说哪个歌星的那些碟 在那些机器上 听出来是特别正的 有没有说哪些制作 我其实 不是说什么歌星的了 其实 你玩开CD的人都知道 你看看哪个压碟 其实现在市场上 炒到最贵的那些碟 包括 Sony压碟 三阳 西德 这三个是最贵的 尤其是Sony 其实 有些歌星 你听起来 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譬如蔡峰华 林志美 他炒到很贵 过万一只 那 你觉得 当年不是很红 为什么 因为Sony压碟 那些声音真的漂亮 就是这个原因 原来是这样 咦 我见现在很多人 想一圆歌星梦 会自知出碟 是 是 有的 他们说 其实很便宜 现在只知出碟 三五万就可以 是 我不知道 就是这么说 我估计 如果三五万出那些碟 应该就做不到你 你现在香港的碟 我相信很多是香港压的 你不会拿去日本 那些压这么大投资 嗯 应该差很远 不过现在的 这么说 我听这么久的歌 其实我觉得现在香港压的那些碟 那些水准都很高 是 是 不过始终 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么想的 80年代做的碟 怎可能比现在更好 因为你说的 几十年后 现在科技很先进 但其实我的 我的经验 其实真的不是 都真的80年代 如果你买头版 三阳版 Sony版 真的可以比现在 都是 为什么呢 我猜不知是否当时的 制作好些 还有 数码没有那么重 明白明白 是的 好像拍照 以前用菲林 我也有人说 拍照是比较暖的 如果用菲林机 是的 但是拍照 我没有研究 你不要开始 又是另一刻 你 拍照 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是的 哦 你现在听歌 有没有听现在的歌手 就是新歌手 你说听80年代多些 比如近期 我知道曾比特很红 因为初戀 我早一两个星期 我都是想着买他的碟 不过我有一个 古古怪怪的 怎么说呢 我不喜欢的CD是 纸盒装 是 还有大大盒 因为很难摆 我看到他的碟 出个纸盒 好像DVD那些尺寸 算了 我不买了 DVD尺寸 不是 就是盒 长方形的 还有纸盒 我不喜欢 很难收藏 我觉得以前有一段时间 很流行 你买一只CD 但是他整个包 都要送米给你 类似这样的尺寸 类似这样的尺寸 就是送东西 很多的 很大 那些我又不会买的 因为好像 家里多了一块垃圾 我最记得 是谢霆锋 谢霆锋有支碟 是的 他这支碟出的时候 他这支碟 还要得一首歌 还是三首歌 那支碟就小小 然后他整个包装 你真的要这样拿起 我记得当时 如果你说Twin's那些 就是一只都大大盒的 是的 就是你 你不知道花一百元买的东西 那些Coupon 是几百元回来的 但是那些真的 没有位置放 是 这么大的盒 所以我很忧忌 买那些碟 我宁愿算了 我没有买那些碟 我想我家里 都是有些黑胶 有几个 我听黑胶 以前小时候会听黑胶 不是我小时候 不是我听黑胶 是我爸妈 喜欢听那些 邓丽君 是 还有梅艳芳 但是听黑胶 是不是有点滴滴滴滴的炒豆声 是不是一定会有 会有 但是其实很素兴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接触黑胶 都是这个原因 就是不准意那些 第一来那些炒豆声 二来有损耗的那些声 越听越差 好像脑袋那样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过 听黑胶 当然我听过很多人都说 其实黑胶是最好的 因为黑胶的现场感很强 是的 你好像觉得他站在你前面 正在唱 是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家里的环境不是很好 是的 所以我们没有说 有一个很漂亮的空间 放些什么 甚至乎 喇叭也不是很顶级 是的 但是呢 哇 都听出来的那些声 是真的有现场感在那里 是的 那我都听过很多人说 都是同一个说法 就是西德碟 就是Made in West Germany Germany 是 最接近黑胶的声 噢OK 其实我 我没有听过黑胶了 但是呢 我都认同的 西德压的碟是最漂亮的声 比你刚才说的Sony 我自己心目中西德排第一 三洋排第二 Sony排第三 OK OK 那哪个歌声是用西德 即是没有说 哪间公司是用西德的 没有 80年代很集的 譬如 如果你说西德碟 譚永伦有《慕之戀》 嗯 《慕之戀》是西德的 和譚永伦有叫 譚永伦精选 都是西德压的 他们用得很集的 跟着 譬如一个歌声 有时候又找Sony 有时候找三洋 哦 每一次有些不同的 法国版 法国版 什么都有 韩国版是最多的 其实整个80年代 以前啊 是吗 韩国那时候已经那么热的了吗 那些技术已经那么近 是的 还有我想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韩国 压碟成本便宜一些 所以很多很多韩国的 不过 其实我觉得一般的 一般的 可以接受 好和不好中间是 是 不同了些什么呢 你听下去 如果 如果 就是我自己这样评价 西德就 忠实 嗯 把声音 忠实地表达出来 如果你三洋 就沉口一些 嗯 就是一些笔 可能漂亮一些 有弹性的 一些声音 入耳很舒服的 所以其实我听三洋碟 很多时候听一听可以睡着的 不是因为悶到睡着 是因为耳朵太舒服 哦 OK 那Sony 相对三洋 薄身一些 但是 通透实正的 但是数码未重 所以我就排他第三 我不太喜欢太数码 是啊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 喜欢听黑膠的就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数码 哦 黑膠 所以西德 西德是最好 最忠实的 哦 哦 那在哪里看到 是不是有个类型 还是怎样的 哦 你这些 有些CD背面 有写明 哪里制造的 嗯 但是有些 你玩得多 你有经验 你会知道的 留意得多 你知道哪一只西德 哪一只日本 哇 你都玩了两年了 两年 但我不停地看 因为我都 除了去 比如讯和 那些店铺 我都会上网 留意那些二手市场 是 就是经常上网买 就是这样的 你一按 你一按 给钱 然后他会寄到你公司 寄给你 或者约出来交收 哦 那你也是听港声多些 是吗 港声当然 如果追头版 一定是香港 因为如果你说台湾 那些我不是很熟 是 我不懂分 哪一个才是头版 那些 哦 还有你 譬如我去的店铺 买得多 老板一见到我都熟 聊聊天 哦 那你就会知道 哪些是头版 哪些 不是啊 你小心点 不要买错 老板是不是马迷 不是 没有一个是 是啊 没有一个是 是啊 是啊 好啊 但是除了听香港的 香港的歌声 还有没有听其他 其实呢 我以前最初 听歌的时候 有一段很长时间 很喜欢国语歌 嗯 应该这么说 我最初听歌 八几年 那时候还在读小学 那时候 我当然不懂国语 就是台湾那边的歌手 嗯 我听香港的 后来呢 我 九一年 去了台湾读书的 我去了一年 九一年 读中学 哦 特意去台湾读一年中学 读中学 读中学 不是 不是 我初头是想着 一直在那里读的了 就是在那里读完书 畢業做事 正常住 但是后来 总之我读了一年 就回来 我没有再回去 那一年呢 我就开始接触 台湾 就是国语歌 歌手 我发觉 我真的很好听 很顺異 就是国语唱歌 我真的觉得 顺異很多 还有我那时候 最初听歌 我很重视一样的就是歌词 嗯 我都很启歌词 就是歌词的意思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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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 广东歌不好 不过呢 广东歌呢 就会比较多些口语 我不是那么喜欢口语 你喜欢写出来诗 是的 写出来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偏向 喜欢听国语歌 那时候 九一年 我想 喜欢听歌的人都知道了 那时候 王杰 在台湾是最红的 是吗 是红到不得了 他出的那些 就是 就是 专辑一出 立刻卖完 立刻刷完 他有国语歌吗 王杰 他在台湾出道的 是的 但是他好像都是 广东歌热一点 他很后期的了 他在 他在 台湾出了几个碟 之后 才回香港 發展的 第一个碟 一场游戏 一场梦 那支碟 当然有 我都建议 大家应该要买的 因为我记得 一场游戏 一场梦 我不记得 那时候是买盒带 还是买CD 我就 买完回家 听完十首歌 我就很好奇 咦 我为什么买了 那支精选碟 我以为 我听完 我以为自己买了 精选碟 因为十首歌 不同风格 好像主打歌 好听 后来才知道 原来不是 原来是专辑 很好听 十首都好 很值得买的 你都说到一些 你喜欢的歌声 其实都很旧 如果新一点 譬如 其实都不新 都旧 陈奕迅你喜欢吗 陈奕迅是 我喜欢的 不过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家里只有他两个碟 反而买得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道的时候 我都说 已经开始不听 已经开始不听歌 是的 甚至 我认为一年 都未必买到一支碟 那时候 整个二千年 打厚开始 到现在 都整个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我都是早两年 才开始买 听 所以反而 没有那么多 陈奕迅 那年代最后 陈奕迅 同期就是 容祖怡 或者 楊千华 那些 我都没有买的 是的 那时候 我其实 只喜欢陈奕迅 女歌手 我都不太想到 谁 容祖怡 但她的商业 味道不太浓 我自己觉得 但是容祖怡 真的好听 好听 她的声音很响 然后她的唱功 我自己觉得 她是越来越进步 因为 看回她 可能禁止这几年的演唱会 她有很多技巧 或者情感表达 是控制得很好 人家有很多专业歌手 当然 很多专业歌手 都未必进步得这么厉害 进步的程度是不同的 我觉得她真的有下苦工 是的 但是你都喜欢流行曲吗? 你好像玩那些 我是玩Classic 是的 但是 因为我发觉 因为我都很喜欢听 我很喜欢听流行曲的 都很喜欢的 喜欢听Canton Pop 好像你这样 我是很喜欢看歌词的人 是的 有没有人说过 你有没有人说过你像林直 没有 没有人说过你的样子 有点像林直 我好像刘石鸣 我好像刘石鸣 我觉得不像 我看下去 但是导演也笑 我觉得你的样子 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林直 是的 可能戴眼镜的感觉有点像 是的 但是anyway 林直是我最喜欢的填词人 不过 是 我以前最初很重视歌词 嗯 而且我听歌很认真的 我真的坐定定 不是做其他东西在听 我真的坐定 拿着歌词 一边看 是的 等于别人看一套电影 听完整个碟 很认真地听 但是我近这两年 我都说了 这两年才认真 我就开始 但是我不重视歌词 那你重视就是声音 甚至歌手唱得很不好听 我都不是太重视 我是重视 就是这支碟要 要靓声 要 要舒服的 听起来 但是如果歌手唱得不好 都不会舒服的 不是 我所谓的舒服 不是你难不难听 那些是 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整支碟 音乐 因为你买到很多很多碟 其实这些我家最多 就是很炒异 背景槽 就是有些时时声 很小声 但是你都会听到的 和炒异 就是这个是我大忌 只要你靓声 就是等于 我刚才都说 就是不是得罪的 就是蔡峰华 我都觉得很好听 因为它是Sony压碟 所以耳朵很舒服 我原来 我明白你说什么 我明白你说什么 就是你重视的 不单止是唱的时候 那个部分 你是整个音乐 整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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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 我就 我喜欢玩古典音乐 多一点 因为我喜欢那种 那种很红厚的声音 嗯 我是 就是我家里没有 古典音乐背景的 没有的 但是呢 就是我自己突然之间有一天呢 听到 听到一些古典音乐 然后我 就是这种声音了 我觉得 就是了 我就要这种了 那我就开始喜欢了 就开始就来了 但是 因为呢 Canon Pop呢 就是小时候 就是家人身边人 全部都会听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K 是 所以都有接触 但是始终 不是太熟 回到香港之后呢 其实都是2020年 回到香港之后呢 是的 那就是 就是 开始唱一些POP的东西 是这样的 嗯 是的 才收拾 我们的 導演那时候都说 喂 你不懂唱胡艷芳 我不是太熟 可能是最初 然后我说 你不如 你不如 練几首 但是你小时候 都是在香港长大的 在香港长大的 那你没理由不懂 胡艷芳 不是不懂她 是不懂唱她的歌 因为很少听 哦 是最红的 是的 但是我很少听 真的很少听 我小时候 我没什么女歌手 很喜欢听 是的 有几个 有几个会听一下 可能是 会听叶善文 叶善文 我很喜欢的 其实我也追买很多 因为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爸妈喜欢听什么 我就会听那些什么 是的 所以邓丽君 叶善文 那些 那些 邓丽君 我也有买的 是的 然后还有 关淑儀 哦 OK 我又喜欢叶德贤 哦 叶德贤也好 是的 我很喜欢她的声音 那么RAW 哦 是的 叶德贤也好 是的 是的 你刚才也说过 你会带给我们 就是这个 《语中感叹号》 是 为什么你会带这首歌 郭富城 刚才你一上来 你问我 唱哪一首 那我就立刻想到 这首 但是郭富城 那么多歌 为什么是这首呢 他是 即是 早期来说 我觉得都挺好听 因为我当年都经常听这首 是的 总之不是很简单 你一说唱 我不知道我的脑 一旦就彈了这首歌 所以就唱这首 是的 好哦 那就是 亨利会和我们唱一首 《语中感叹号》 而我呢 就是会唱一首 就是孙燕之的《天黑黑》 是的 那么 其实前面 那个 他中间有一段 就是几句 就不是普通话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是的 是的 但是我挺喜欢那首歌 我小时候听的时候呢 我是常常呢 幻想自己在弹琴唱的 那都有练过的 但是呢 那时候功课太忙了 是的 没有练过 那如果我练过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里弹给大家听的 嗯 但是呢 今天就先唱卡拉OK 希望大家收货 那大家不要走开了 因为听完歌之后呢 还有这个音乐马房 吕泰尖的 那么 记得呢 是subscribe我们啦 谢谢大家 要说得不起 当天太自私 我苦涂 今天想做 出来 哦 显如你街中 多一次遇到 幼惑无缘 就此一个问候 In the right noly right 孤单在做路 想找你 只找到 一堆感叹号 只想你 可知道 心中我爱慕 未必未尽 这夜 无浪愁 说不出的后悔 为何将一章动 令我真心流浓 但你却不知道 送我已得到懲罚 懲罚以终究办 懲罚以终究办 怒 惆怒大 enfrent 妄不心中 淋水浸足 只会参膜 如煞 如今次都 从前爱 真不死 挂出对手 поз 不再不可避免我俘虜 要说得不起 当天太自私 我糊涂 今天想做 出离谱 白月里街中 多日子遇到 有话无缘 就像一个问候 In the rain on the night 孤单街做梦 想找你 刺找到 一堆感恨好 只想你 可知到 心中我爱慕 未必未尽这夜 无啰嗦 说不准的后悔 为何将冤出道 令我真心流露 但你却未感到 要懲罚 懲罚已出够吧 懲罚已章够吧 说不出 说不出的后悔 为何将冤出道 令我真心流露 但你却未感到 要懲罚 懲罚已章够吧 懲罚已章够吧 懲罚 懲罚已章够吧 外婆總會唱功 夏天樂不和感冒的更安慰我 那首歌好像全能唱歌 天吼 白不哭 天吼 白不哭 離開小時候 有了知己的生活 新鮮的歌 新鮮的念頭 任性和衝動 無法控制的時候 我忘記還有這樣的歌 天吼 白不哭 天吼 白不哭 我還想讓我奮不顧身的一個人 我以為這就是我最追求的幸福 愛而恨就能自作 被誤解 被騙 是否成人的世界 背後 總有曾說 我走在每天必須面對的分子路 我懷念過去當成背後的小幸福 愛就是讓人哭 讓人覺得不溫足 鐵口痕的卻看不清楚 好多 我愛神人 我奮不顧身的一個人 我以為這就是我最追求的世界 讓愛恨從此 總會不解 被騙 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後 總有藏著 我走在每天必須面對的分子路 我懷念過去當成 彼合的小幸福 愛就是讓人哭 讓人覺得不滿足 天空很冷卻看不清楚 好孤獨 天黑的時候 我也想起那首歌 突然期待下起安靜的雨 原來懷疑 原來懷疑的到底早就唱給我聽 想起雨也要勇敢前進 我相信一切都沒停息 我現在好像會假設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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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寞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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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 Kurd叶寞 院人堵 寂寞 人堵 寂寞 寂寞 韓寞 神 不好意思,第六场的7号,《善传香刚》 这只《善传香刚》上次是潘明辉旗的 在沙田跑了一个第四的 沿途放头回来输过几码位 当然是判断争冠军 虽然现在他带着一场 129场对128场 稳固一点,当然是拿回来骑 主要是斗志这些一定有的,冠军一定尽量保住 另外文家梁的马我比较喜欢 他的马做得相当不错 这只马上次放回来 输过来马位立刻来报跑马地 田舰转谷舰 其实这只马有谷舰的出赛纪录 第一场是跑谷舰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初跑跑马地的担心 我觉得这只马上次带到回来有声有色 转到跑马地 可以有跑马地的经验 这只马虽然是三岁 我觉得虽然三岁都要留意 有时候我会比较担心那些马连治的关系 但这只三岁马始终都要出过三次赛 有出赛经验,有跑马地经验 赛经验,我现在看也不错 有12倍的 南场的一倍的,我想没有12倍的 但是我觉得都值得去买一些 比较,战意比较强一点的马 連馬斯也好,騎士也好,起碼都是帶頭的 大家留意一下第六場的7號,善傳香港 音樂馬房擂台戰,今天終於做回音樂的部分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次擂台戰我分享的就是第一場五班賽事 最喜歡的就是這個10號的非凡魅力 這個五班的組別裡面,神操操得漂亮的不僅只有這隻 例如剛剛贏過的11號海王區,或者7號的瑞南 其實都相當不錯,但我也是選擇這個10號的非凡魅力 這隻馬上一次也是跑1650 也輸得多遠,輸到7個馬位 但我覺得也有兩個原因,可以叫做一個藉口 或者上一次是一個黏地,不知道會不會是場地有影響 另外就是上一次的跑法也不同了 因為這隻馬一直以來都會留得比較厚 在末段的時候才會追上來 上一次是放得比較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這隻馬去直路的時候就沒什麼力了 原本潘頓都說,這隻馬去到轉彎之前一直都跟得很好 這隻馬在跑上一仗之前,5月28日試了一個閘 你見到他的跑法也說起步可能慢一點 但是過了終點線之後,反而有一股湧了上來 所以可能跑法也會比較適合他 另外,這隻馬的部署也是很有心的 雖然這次也不是找到潘頓來騎 但是這隻馬就跟潘頓親自操的旭日星做了一課的拍集 大家都知道,旭日星是二、三班馬來的 非凡魅力,這隻五班馬也拍到集中 看上去居然毫不信息 當然,拍了一段,我們只是看到一段 在影片上 到底是否由頭到尾都是這麼好呢 很難回答你 但是在步頭方面看,這隻馬的狀態 各樣東西都在一個相當好的水平裏 所以我選擇這個10號的非凡魅力 希望趁他現在有八、九倍左右 希望有一個半冷的Win、WinPay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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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